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色刺绣点缀 几股点时尚于一体 但是 也有不少网友觉得旗袍拼接畜生硬 质感也不够好 效果远不如设计图好 相比之下 反而是他2001年带着千玺漫波现身嘎纳什 穿过的那条张书屏定制款让人印象更深 同样的侧开刹 独特的双层加滚边设计 肩胸位置更以透视效果来营造含蓄的性感 只不过 那时的书旗上带着几分青色拘谨 拍照时还会比出剪刀手 远没有现如今的沉稳大气 自在显示 而以国服旗袍在国外展现自身魅力的华人女星 书旗不是个例 比如 今年搭纳电影节上的钟楚希 这款某品牌黑金系列的产品 两种颜色相依相应 既低调又张扬 美的霸道又枪眼 当钟楚希穿着它出场时 真可谓是摇曳生思 魅力四射 不过跟传统旗袍相比 这条黑金旗袍的设计十分大胆 两肋和腰侧采用镂空设计 后背更是完全袒露在外 于是 便有网友表示这不叫旗袍 另一件似是而非的改良款 是李宇春在第七十届嘎那电影节上穿过的抱头旗袍 成镇精壮的抱头图案规律排列 腰部和袖子细节拉满 上面灿燃生辉的碎钻 更增加了这件旗袍的奢华感 传统与现代碰撞 枯炫和少女感兼具 搭配着李宇春的奶奶灰发色 真正个性十足 有人间水蜜桃之称的张力 某次在国外参加活动时 也穿过一条改良旗袍 带有星光效果的薄纱材质 加上非常修身的剪裁和柔媚娇艳艳的花朵图案 让它看起来竟温婉清新 又偷着藏不住的风情 而下白的小鱼尾设计 又进一步将其与传统旗袍区别开来 旗袍下白采用鱼尾设计的 还有第七十二届嘎那电影节上 张子怡的那套银色旗袍礼服 款式并不算张扬 但上半身极透视 镂空 拼贴于一体 下半部分则是暗纹纱料 视觉效果十分华丽 再往前 他还穿过一条花团紧促的挂脖身V旗袍 当时的张子怡虽然已经凭借我的父亲母亲成为百花影后 又被导演李安湘中出演了卧虎藏龙的女主角玉娇龙 但终究只是个出道不满三年的娱乐圈新人 于是 参加奥斯卡颁奖礼时 经验不够丰富的他选择了旗袍 肆意绽放的花朵图案 配上胸前的深V设计 清新中小鹿性感 与他当时的娱乐圈新贵身份非常吻合 而在卧虎藏龙中出演于秀莲的功夫女星杨子琼 则赶在颁奖礼之前 特邀香港著名设计师郑兆良为自己设计礼服 郑兆良受药后 以卧虎藏龙为主题 用黑色薄纱打底 再在正面拿水晶做出立体虎纹 后面则采取大陆背和长托尾设计 做出了一条虎纹水晶旗袍 整条旗袍重约30斤 单是上面的水晶珠 价值就超过五位数 制作过程中 工前服的缝制就用了上百个小时 搭配上某世界知名珠宝品牌赞助的千万钻石 那场活动中的杨子琼 及霸气宇华贵于一身 真正闪耀全场 同一场颁奖典礼上 穿旗袍登场的还有李文 当年李文维沃虎藏龙演唱的主题曲 I Love Before Time 入文了第七十三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 由此成为第一个在奥斯卡上唱歌的亚洲人 为了不丢华人的脸 李文做足准备 表示一定要拼命唱 因此他特意染黑头发 选择了几具古典美的红色旗袍 用天籁之音和东方美惊艳世界 时隔十七年后 与杨子琼合眼摘经奇缘的华裔女星加玛 陈在影片宣传活动中也选择了旗袍 这条黄色的蕾丝千牛花旗袍 领口和袖口下摆都用蕾丝做成花朵造型 两侧则以黑色蕾丝贯通 十分精致典雅 当身高175的加玛 陈穿着这条旗袍出镜时 阿娜秀丽得像一只在清风中摇曳的迎春花 而要说到在国外穿旗袍最多 最惊艳的还得是拱力 平红高两开启首次嘎那行驶 拱力穿的是一条月白色无袖旗袍 素雅而秀气 1994年她带着活着再战嘎那时 又选了银白色无袖旗袍 精致的流线纹路 满意华贵之气 同届嘎那电影节上 拱力还穿过一条浅绿色断面刺绣无袖旗袍 挽着葛优出场时的她 笑叶生辉 风韵无双 97年以评委身份亮相大时 拱力再次选择了白色 宽面立领 身V设计 再以两枚盘口装饰 腰部收紧 下摆适当加宽 配着手腕上的白玉手镯 端方典雅中透着时尚 后来的她又屡屡以东方韵味照亮全场 大立领红色旗袍 胸口采用V型设计 热烈张扬 滑贵大气 紫色金丝绒突尾旗袍 肩部和后背采用黑色镂空 搭配深蓝色流苏腕环 行径回眸间霸气侧漏 而另一条紫色蕾丝无袖旗袍 就温婉含蓄得多 2002年的立领黑金色低胸旗袍 将拱力的好身材展露无遗 湖蓝色深V断面旗袍 搭配黑色中式外套 谈笑之间明艳照人 金色重工刺绣旗袍 华贵逼人 立领蓝色旗袍 领口的细带和胸口的挖空设计个性十足 龙纹图案更是霸气 再加上样式独特的下白 真让人入目难忘 而凭旗袍让世界留下印象的华人女星 还有以单肩龙袍霸气出场的索解 迪丽热巴穿上旗袍后 也是风情万种 十分洋眼了 杨子的旗袍装让人感受到一种清新淡雅的美 发型简单 妆容也相对清淡 与旗袍装的颜色和款式相得一张 杨丽的旗袍装让人感受到一种清新可爱的美 她的发型和妆容同样经过精心打造 与旗袍装的颜色和款式相呼应 赵丽莹的旗袍装让人感受到一种神秘而又性感的魅力 她的发型和妆容充满了少女气息 与旗袍装的颜色和款式十分相衬 她在演绎旗袍装时 将这种服装的优雅气质和自己的甜美风格完美结合 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美 张曼玉在花样年华中饰演软淋浴 身高168厘米 奔罗多姿的她身穿素色旗袍 端的就是闲境典雅 清冷孤傲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苏丽珍这个角色 昏暗的肖像中 即便没有看清长相 身穿西装的男人依旧被擦肩而过 背影风姿绰约的她吸引了目光 屡屡回头 身姿摇曳 腰只像水蛇般扭动着 河南竹走在幽暗 泛黄的灯光下 她的一颦一笑 抬眸回首间近视妩媚风情 面对这样的诱惑 谁又能忍得住 一转身 若无其事 斜靠在窗户边喝着咖啡 微微皱起的眉头让人心生怜惜 98分钟的电影 23套旗袍造型 可优雅端庄 可温婉大方 直至今日穿上旗袍 能超越张曼玉的演员 寥寥无几 虽然圆拳的五官比较立体 有种西方美人的韵味 但似乎不适合 穿具有东方韵味的旗袍 但是有一种美靠的不适皮下 而是气质和眼神 即便穿着艳丽的印花旗袍 也不会显得庸俗 反而多了一种知性美 妥妥一个文艺女青年 就连周润发 也曾败倒在她的魅力之下 她太美了 我差点没接住戏 大上海中 叶之秋穿着精致的旗袍 深邃的眼眸 垂首 回眸那一瞬 让多少人难以忘记 透过这双眼镜 似乎能感知叶之秋的那份不甘 不舍 纠结 或许这就是带有故事感的风情万种吧 一身素色旗袍 头发微卷 妆容精致 虽然没那么惊艳 但是却有种脱俗的高级感 就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古典美人 如果说圆泉是风情万种的美 那它唯一一定是清冷 文艺的美 李安导演亲自操刀的电影中 刚刚出场的王家之是一名女大学生 换上旗袍的她 有一种青色的美 为了迷惑一仙上 她换上了一件贴身的绿色旗袍 少女美好的身姿 复古的红唇 让她整个人风韵十足 和上面的几位美人相比 唐维的曲线曲线虽然算不上风雨 但眼神里的魅惑 纤细的腰枝 一平一笑间的清冷 却让她多了一分文艺的气息 同样是旗袍造型 到了另一部电影中 她穿着朴实无华的棉布旗袍 给人一种柔和又清爽的感觉 虽然唐维本身长相寡淡 脸型圆润 身材也不是很好 但美丽单纯的王家之 却让她的美成了娱乐圈 独一无二的存在 旗袍界独领风骚的美人 许晴绝对排得上名号 玲珑有致的身材 自带风景万种的脸 多一丝油腻 少一丝不够韵味 一身素色旗袍 硬生生让许晴穿出了主角的气场 八掌宽的杨柳西腰 挺胶圆润的臀部曲线 一身丝绸制定的粉丝旗袍 随处一趴 就是一处独特的风景 真真是男生看了犯迷糊 女生看了自愧不如 即便是在画剧的舞台上 穿着旗袍的许晴 依旧是台上最亮眼的女人 红颜祸水也不过如此了吧 拟演了无数女主 女配 但始终只能算是清秀美人 跟漂亮两个字 差了十万八千里 娱乐圈这样的女演员 更是一抓一大把 但是到了张艺谋的镜头中 剪去长发 换上旗袍的她 好像变了一个人 一身纵向排列的 大红色印花旗袍出场 微开的领口 阿罗多姿的身段 卷发红唇净显妖娶妩媚 不仅从各个角度 展示了旗袍的美 还成了整部电影的一大亮点 漫不经心拿着书本 吞吟吐物的她 虽然人在角落里 但却能让人一眼就看到她 转身回眸 求洋人帮忙时 不用言语就能感受到的妩媚 走路时的摇曳声姿 虽然身处红尘 但一举一动 一平一笑间 丝毫没有轻浮之意 反而多了几分沉稳的气质 面对这样极致的诱惑 又有几个人能保证面不改色呢 在娱乐圈 宋艺真的是一个矛盾体 既长了一双顾叛生戏的猫戏美颜 又生了一副清纯无辜的脸蛋 她可以是民国剧中 举手头足尖优雅 高贵的千金小姐 凤眸中时不时散发出 古典美人的婉约 江南女子独有的柔美和清纯 让她行走在充满烟火气的弄堂里 依旧是不染尘埃 岁月静好的模样 也可以是十二撒爽妩媚 十二冷酷无情的军统特工 前一秒风情乱种 拿着粉扑补装 下一秒拿出武器 伤人于无形 瞬间的角色切换 快狠准的动作流畅且不突兀 也正因为这份为旗袍而生的美 才让原本该是女二号的余曼丽 声声艳压女主一头 成了剧中的热点之一 2021年 一部剧让不温不火 名气不大的景田一夜爆火 攀上事业高峰 各式各样的景深旗袍 也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珍珠白绸缎旗袍 外搭同色系镂空流苏小披肩 复古式的盘发 珍珠耳坠 珍珠包包 既显贵气又有风情 金黄色树叶引花旗袍 表面上看单调敷衍 实则暗藏玄机 领口处露空的树叶造型 大波浪卷发搭配珍珠发带 完美盖过了那一丝沉闷 给人一种时髦又贵气的感觉 本身气质高冷的景田 就有一种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感觉 旗袍完美将她身上清冷 高贵的气质烘托到了顶点 一步一额挪 踏在了多少网友的心肩肩上 时时刻刻散发着老娘天下第一美的样子 让她有了人间富贵花的美誉 加上这凹凸有致的曼妙身姿 旗袍的曲线美算是被她穿明白了 看来以上明星穿旗袍 你觉得谁最美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 和我的份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区留言 不认识区意思监也及时旗袍的 但语音可是就像inku里面